欢迎收听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我是主持人卢建英 今天我们的企划帮我们找到的世界大剧报 在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来谈一条新闻 这是在今年9月 英国的BBC选出票选 透过172位声乐家都是顶级的声乐家 他们票选出史上最杰出的歌剧 最杰出的歌剧 结果是莫扎特的费加洛的婚礼 我想他得到第一名 应该也是不出乎大家的意料 因为费加洛婚礼是一个喜歌剧 通常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爱情的喜剧 但事实上我觉得他除了在爱情之外 他反讽了非常多的当时的贵族社会 就是在维也纳的这种贵族社会的一些制度 做了非常多的嘲讽 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莫扎特在当时写的挺心酸 虽然也是当时他创作这个歌剧的时候 他应该是他生平最有钱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戏在一开始演出就非常的红 我们这样形容好了他可能就是当年的全民大闷锅 你知道就做了非常多对当时的贵族 政治社会的一些反讽 所以受到老百姓很高兴 很喜欢但是很快他就被禁言 那么没想到几百年之后 他依然是全世界的人心目当中最喜欢听的一个歌剧 那第二条新闻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这是一个来自这个南加大的博士的研究 他研究什么呢 听音乐起鸡皮疙瘩 代表大脑的结构很特别吗 就是我想知道 我后来想一想 你们自己有没有听音乐会有起鸡皮疙瘩的时候 他们研究出来觉得会起鸡皮疙瘩的人 跟不会起鸡皮疙瘩的人呢 在大脑的结构上面呢 也就是说他在脑部听觉皮质区 跟处理情绪相关的区域的这一块呢 会起鸡皮疙瘩的人呢是比较敏感 我呢常常在一些音乐会呢会起鸡皮疙瘩 其中包括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音乐会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呢 就是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李佩勋李老师 那李老师跟大家问个好 好建盈姐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团员李佩勋 所以起鸡皮疙瘩你有经验吗 嗯常常 一定要说对音乐很敏感 对 大家有看到如果今天在网路直播的人会看到 我们桌上已经有很多的乐器 你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乐器 是让我们你觉得是像模仿鸡皮疙瘩的声音的 鸡皮疙瘩的声音 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可以表演出鸡皮疙瘩 确实有点毛骨悚 所以打击乐器就是这么好玩 你知道就是今天那个佩勋老师来 在我们桌上已经摆出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那这些乐器呢 其实都会在我们在下个礼拜 会呈现的这个木栏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它是乐剧舞剧打击乐剧戏剧金剧 它是什么剧 其实就是我们跨界就结合打击乐跟金剧的一个击乐剧场 是它是叫做击乐剧场 所以有打击乐 以及当然有个剧 剧有戏剧感 那么这个剧很特别 而且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 它竟然跟我们传统的金剧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国光剧团的朱安利朱老师 就在这里面扮演木栏 那木栏呢 其实我觉得木栏应该是全世界 不管东方西方最有名的中国女人 就包括迪士尼的卡通片 都有花木栏 那么花木栏一会儿男一会儿女 她到底是男还是女 她到底男性倾向还是女性倾向 那么在这一出极乐剧团的木栏里头 她似乎被塑造成是一种 内心虽然有她温柔柔软的一面 但是在外面的形象 她是个女将军 她是个女汉 很像很坚强 她非常的票汉 而且票汉之余呢 她同时要非常非常的睿智 这样子 所以这次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今天因为是现场的关系 所以老师其实带来的都是比较小一点的乐器 可是这些小的乐器 你想想想看 如果在战场上 没有个风声也不行 对吧 在战场上 在沙漠里 如果没有个雷声好像也不行 所以我们让佩群老师帮我们弄一下风声是怎么来的 风声其实我们就是运用风管 它是用空气震动的原理 所以它只要在旋转的时候 透过这个其实就是类似一个共鸣体 它就会有 转速对快或慢 就会不同的那个声响 蛮好的练下手背 那雷声的话呢 雷声 因为像我们在剧场 因为我们时候为了 因为我们的木兰的整个时代背景 或者是剧场的 因为环境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非常大的雷片 可那个太大了 所以我今天带的是雷声筒 雷声筒它一样 大跟小 我们可以激烈一点吗 打来了打来了 加点下雨 是很有趣的西北雨 这个这些乐其实还太好玩 你当年小时候就是知道打集乐这么好玩 选集乐吗 你知道我一般人都会觉得选集乐 会不会就是你知道就是手背要很壮 也是啦 可是你有讲到 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可能就比较顽皮 然后我妈可能就觉得我比较坐不住 所以我就可能就是喜欢 因为打集乐器它太多 太多样貌了 所以我那时候在鬼旋乐团 我可以吃穿里面 我在后面我就可以 有时候打叮咕 有时候去打三脚铁 有时候去打木琴 键盘类 我可以游走在各种乐器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看有这么多 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对我而言就是非常的新奇 而且它每一次都会创造出 不同的感觉出来 那在这次的这个木栏里头 可不可以请沛群老师先跟我们讲 金句到底要怎么样跟集乐来做结合 而我觉得这个戏非常有趣的 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崭新的 把我们传统的东西能够跟完全 当然我觉得传统的金句里面也有后场 我们也有它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文物场 文物场 对 那么可是这个戏 同时还要表现角色的情绪 对那些事情我觉得很难 我现在开始觉得 做租团的打集乐的那个团员 应该是十八般武艺都要会 所以你们是怎么被超练成 集乐也可以来表达个性 因为其实 其实我觉得就是 李小平导演跟朱老师这方面很厉害 就是因为他为了要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要演奏音乐以外 然后我们要做很多身段的训练 这是老师对我们有非常大的要求 对 所以我们除了身体不断要健身 我们拿那个少年的奇眉棍 我就开始演练 当然有找老师来教我们 不管是十八棍 一些专就是一些身段 或者是一些十三响的练习 因为这些不管是你从身体 打出各种部位的声音 或者是棍子发出来的声响 都可以谱出一个节奏 所以十三响其实我知道 就是一个京剧演员 从小做科的时候 进学校 他可能在第一年就要学会 非常的基本功这样子 包括刚刚讲的那个声响拍打在身上 要又响又脆 然后速度又要精准这样子 所以身手要显然身手非常非常的皎洁 所以那个这次刚刚老师已经有提到了 这个木兰的导演是小平 对小平老师 我上应该记得这第一版是在2001 2011年的时候 是木兰的第一版 对不对 那到现在已经是第三版了 对他其实是我们后面有在做一些改版 对 有针对角色内容跟那个一些 后面的一些灯光设计啊 跟一些做一些变化 好 我是不是在 接下来就是请佩询可不可以介绍我们一段音乐 而这个音乐呢 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吉悦在这个整个舞台上面 他被设计来的那个整个声音的风景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好 我们可以先听看大战 因为大战它其实就是 就描述我们在沙场上打战 就两军在对战的时候 那个磅礡因为我们有金居老师他们有一些就是可能拿着冰枪 对就出来出来打了 所以我们一定是把我们的鼓声 不管是中国大鼓啊 整排推出来或者是我们的疼痛 我们有从天而降的机关 我们有鼓从上面降下来 然后从外面推出来 然后我们女生 我一开始就是先耍旗子先出去 对 所以老师对我们的训练那边 我们耍旗子我们要有一个姿态在 可能就是 好去耍个耍个一百下吧 最出来的就是会有场面 要有个姿态 会有针断 会有舞蹈 是 好 那我们来听一段 好 好 好 非常的激烈 这打得挺凶的 那其实木兰呢 这个作品呢 真是集结了台湾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群艺术家在一起 就是包括导演是李小平 那么舞台设计是王孟超老师 灯光设计是今年的 这个世大运的这个灯光设计 车克千 然后服装设计也非常特别 陈婉立老师 所以等于是全部都是一时之选 那这也是我觉得 这几年台湾在把台湾 就是我们的传统的东西 怎么样把它注入到 现代剧场里面 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那这个作品 如果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说呢 也就好像就是自己捧自己了 事实上我知道说 这一出已经到了最远已经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莫斯科 那我常在想说莫斯科俄罗斯跟我们的距离有多远 我稍微其实Google了一下 你知道我们跟莫斯科 我其实我觉得台湾跟莫斯科的距离是很远的 我们基本上连贸易大概都没有太多 我们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的东西可能是钢铁类的 而我们能够到俄罗斯的东西呢就是电脑了 但是接下来我真的要说艺术是我们文化外交 出口到俄罗斯提供给俄罗斯这么遥远的国家的朋友 认识台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所以那个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呢 佩许也跟我们讲了你们去莫斯科的故事 我们知道说莫斯科很多剧场都很古老 它不会像歌剧院一样有这么先进的 现代化的一个舞台设备 那你们怎么去克服那个设备上的不同 因为其实就是受邀契可夫艺术节啊 我们今年就是已经是第三次受邀 已经第三次去那个莫斯科了 因为我们每次去 其实因为非常谢谢就是艺术总监夏德林的邀请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非常有一些古老历史的剧场 所以在一些比较旧的剧场里面 他们尤其是我们这种有你看跨界结合 又有一堆机关然后舞台布景 所以当地的那个剧场一定需要他们的剧组人员 舞台人员跟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带去 就两边一定要结合 所以我们这一次啊 因为我是跟技术组他们 我们有先出发 跟我们的那个舞间我们先出发 先去当地先了解 包括我们的我们岳阳海运过去的乐器 我要先去接 除了检查乐器之外 也要跟当地的环境我们要先做一个了解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他们是不讲英文的 所以我们当我们双方两方人马这样过去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那俄罗斯人就是每个就是人高马壮 就是然后我们这边都男生啊 就一堆男人就两边这么感觉要打仗了 然后就好我们坐下来一起慢慢谈 所以我们这次很特别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演出 请了这么多翻译 我们请了四位 等于说我们的左右下面舞台各一个 然后上面猫道也要有就是一定要有及时 除了我们当场沟通外 我们要及时的翻译 要马上 猫道就是舞台上面 对上面 因为我们有些机关 观众看不到的地方 对或者是拉一些 拉一些绳索的时候 等于说翻译要马上告诉当地的人说 因为有些是他们剧场 他们才熟悉的一些机关 就说你可能当下 可能就告诉你下一个动作是什么的时候 就要在前几秒就要提醒他 因为那个时间要算得非常的精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歌剧院演出的时候 它是一个数位舞台 它是一个现代的舞台 可是到齐可夫的这个舞台上呢 它是一个手动的 对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人力的 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剧场 它可能有一些先进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我们需要人力的时候 就需要当地的帮忙 所以在沟通方面我们也是花了很多 怎么讲 应该算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吧 因为那些机关其实危机到我们 就是舞台上的生命安全 因为那个就觉得 可能会有个鼓就要下来 就可能从天而降 如果位置错了 就达到头了 对 timing没有下来 我们可能就 对就整个就 这时候又起鸡皮疙瘩 所以木兰到那边就真的薄命演出 真的是 我们每一场都是在薄命演出 而且因为我们其实 朱老师有就是觉得说 因为当地的文化想要让他们更贴近了解我们整出剧的剧情跟音乐 所以我们原本想要就是有字幕 有他们就是俄文的字幕 但是那个夏德林就是艺术总监就觉得说 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一来他是觉得说木兰 木兰是大家 他们也算是耳熟能详的故事 然后他再来是觉得说 他文字啊 他跑马奔 在跑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 对观众的一些思绪 等于说你又要看字幕 然后又要看舞台上的表演 你耳朵又要听音乐 那我觉得 那当然朱老师也是觉得 也是也是可以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觉得说 假设少了文字 那是不是更可以静下心来去体会 就其实这样 其实会对音乐更敏感 因为你听到的音乐 你跟你看到的戏剧 跟演员们演奏家的一些肢体 你更能够结合 然后有甚至有时候有一些 留白或空白来当下 你有时候只有听到风声 或者是安静到 很细微的音响的声音 还是什么细微声音 就观众都会更感觉 更可以踏进 更可以了解我们的文化 因为我们 我看他们的那个报导会觉得说 就算字幕也觉得非常棒 对 因为他这样可以更静下心来 去听那个音乐 更可以融入我们的场景 你知道我常在听 猪团的音乐演出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这次音乐 包括也是洪清慧老师做的 特别是洪清慧的作品 常常让我 你知道听极乐 我反而最 当然你刚刚我们谈到那种 会起鸡皮疙瘩的震撼感 一定都有的 可是另外一种就是 其实极乐反而让我知道 没有声音的可贵 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个声音 那个我觉得是极乐 在极乐的这个音乐会上 常常让我感觉到 它的反差更大 而我非常能够理解 你刚刚谈的那个 当你没有声音的时候 此时无声甚有声 你今天要对一个西方的观众 去传递这样的 中国的声音美学的时候 大概也就只有用 这样的方式 尤其是东西方 有没有 有些文化背景的不同 你要了解 因为我们东方人 本来就是比较内念跟含蓄 你有时候一直很大声 接收那些声响 还不如残响之后的留白 来的美 所以我常常非常非常感谢 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家 往往在国外做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国民外交 那国民外交完全不是用声师历劫 或就是你知道 它就是一个很自然呈现 然后台上台下 就会产生一种 大家起吉比各大的感觉 那么所以在今天的 我最后可能就要请 佩熊老师再给我们一段音乐 那这段音乐就 也告诉我们这段音乐 就真的能够让大家听到 什么叫做金句 跟这个吉乐结合 好 我们可以听一下返乡 因为返乡这一段 主要是金句木兰安丽老师 他会有一段金句的唱腔 然后前面结合了 就是我们的吉乐木兰 是佩晶老师 他会演奏台杠 然后还有陆飞 他是属于一个大地之母 四三老师 他会演奏那个hand 就是手叠 手叠鼓 就他们三个人 汇集在一起的时候的一段 秦楼 Dáン Corporation ゆ由于跳 露约的一刻 一有一圈 冬 dictators 童 Tokyo o f 庫船 行囊只有 一个碗 一截衣衫 真简单 果子一烂 它好酸 就那么满 哎呀不见了怎么干 这阵傻呆 我们刚听了那一段音乐 我真蛮感动的那段 非常的深沉 听起来应该是 打完仗的木兰 她应该已经是首女了 她跟该开始出场的小木兰 不一样 而且她已经变成是一个 非常 怎么讲 就是很强壮 很独立的 历练过了 老实说 你真的在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其实现在每一个职业妇女 都是木兰 她在外面的职场上 她必须 她必须跟 变得很强悍 但是呢 她事实上 她心里是柔软的 所以我们刚听到安丽老师呢 在唱 转山 转山山 渡六川 因为她翻山越岭 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以行囊里面只有一个碗 对 一件衣裳 果子一串 好酸 你看 每个就要下班回家 今天有 如果有被老板 就是大声吼的 或被客户大声吼的 职业妇女们 你要知道 您就是花木兰 对 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精彩的演出呢 会在十一月二十四的晚上 跟十一月二十五的下午场 会有两场的台中国家歌剧院 那么在高雄也有两场 在十二月一号 跟十二月二号 所以最后我请佩询老师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 木兰这个演出 你要怎么去形容它 我觉得就是勇气 勇气 因为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 因为就算遇到挫折或者是困难你 其实就是要勇气面对 因为其实人生就像 你看木兰她 从小到大一转眼 她原本是要嫁 那嫁去哪 嫁去战场 等于说她离乡嫁去战场 她其实 她并不是 她不像她外面武装的那么坚强 她其实 因为导演其实她刻画的 木兰很多内心戏是 我们真正内心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很胆小的 因为我们想要回家 就是想要回去 就是不得已的时候 你还是要一定要把事情做完 你要把眼泪推下来 对 然后勇敢去面对现实 我已经看到佩行老师眼眶泛红 好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 每天都能够勇敢的面对 我们遇到的困难 是不是 是不是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对的 职业妇女 是不是啊 而且我觉得男生也是木兰啊 是不是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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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是我 所以我现在在 我刚刚集中那个脸 感谢您的观赏 周日与歌剧院有约节目 由台中国家歌剧院计划制作